给兄弟们分享一下我在轻断食减脂过程中 身体发生的难以起始的变化和成果 视频最后附上我这45天 吃的嘎嘎舒服的饮食以及训练计划 我太老了打击了 先看成果 减脂前体重87体脂17 减脂后体重82体脂12 那这回应该是没有人说我没有训练痕迹是肥猪了吧 在这期间我的身体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我的2D 由之前的每天早上压根就不搭理我 变成现在每天准时准点都会叫我起步 我要是没醒他就一直叫我 这真的是太酷了 其次就是我整个人变得特别神情气爽 不再像之前每天那样特别的乏力 训练时不但没有因为控制饮食 导致我训练脏腿变差 反而倒是突破了很多自己的极限 更是在训练时总是莫名其妙嗨起来 阿垮的就是小跳舞 这真的是太酷了 最后就是食欲变得特别小 以前我一顿能吃两个汉堡 一份大薯 一整个烤鸡 一份肯饿 到现在吃了一个汉堡 一份薯条就不想吃了 就饱了 包括以前我闻着街边那个臭豆腐 那个铁板有鱼 能够跟我相追了 相晕了 相飘了 现在闻着反而有点腻 就不是很想吃 这是我这45天的训练和饮食计划 真的吃得很舒服 捡得很快 你可以去试试啊 加油小快哥们小快姐们 起来